强调在安全无与台湾人民同意的前提下 韩国瑜在前行政院长张善政的直播中 力推重启核四 整个能源政策大家全国民众都要关切 韩国瑜比喻目前的能源政策是舍新车开老车 而核四的重启问题应该交由全民决定 15年2035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现在85%的所谓化石能源降低 降到50%左右 不管是煤炭不管是油不管是天然气 能够压缩在50% 另外50%我们要大力倡导 所谓干净的能源 强调能源政策必须调整 韩国瑜提出2035 5050计划 核四的重启势在必行 我觉得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核四产要不要重新启动 而不是由政党跟政治人物来决定 这是我一贯坚持的 倾听民意人民做主 韩国瑜不忘初衷 面对棘手的核四议题提出实际政策 要让台湾变得更加美好 记者黄玉涵台北报导